阿Lina、李欣怡、宮慈欣和魏秉郎 今天出席港台劇集記者會 今次是阿Lina第一次揹飛 有好重氣氛 還要跳輪椅舞 畢竟Dancer出身 應該難得她 今次輪椅舞是要特意上課 學跳輪椅舞 我以前以為很簡單 但其實是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 因為他們出街的輪椅 跟他們跳舞的輪椅是兩張輪椅 所以真的要學 而且手很累 因為不斷用 學了多久去準備? 學了一個月 一個月 然後是拿了兩張輪椅 回家自己練習 因為輪椅 跳舞的輪椅真的要練習 教我的老師他們真的學了十年 輪椅舞 很厲害 你有沒有被男朋友投訴 阻擋 那兩張輪椅 我把兩張輪椅放回家 有得摺的 所以OK的 剛剛也說過哭氣 還有點緊張嗎? 哭氣時是有點緊張的 因為很擔心自己的情緒不到 有時候你越迫情緒出來 其實是越難做到的 公姐很好 還有郎哥都很好 他們給了很多提示 我到底如何在一個短時間內 將狀態調到我需要的狀態 最終哭氣多少踢? 踢了一踢而已 所以OK的 MIRROR演唱會非昨天公開發售 想不到身為巨龍嫂的Alina 都要搶一份了 我有幫忙唱 因為都想身邊的朋友有得提 所以就幫忙 但最後我進不了 你也是買MIRROR看到ERROR的 對 但買到ERROR也很開心 但我的朋友他們自己想看MIRROR 所以我也有幾部機器幫忙 你昨天開了幾部機器來唱? 電腦、iPad、兩部電話 但都進不了 我真的很垃圾 你自己呢? 你自己是保證有得入場的 當然不是啦 一定的嗎? 沒有一定的 世上無絕對 不過我希望有啦 而且我相信公司會安排的 關心完MIRROR飛 都要關心一下Stanley 她最近在IG放負 有沒有看回男朋友? 我想是因為她太忙 因為拍劇差不多每一天都叫很早 又收好東西 她可能不夠時間休息 那就煮兩味給她吃 哈哈 哄哄她 有得吃Alina的愛心住家菜 Stanley應該開心了 Hala MIRR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